突如其來的槍響 川普立刻摸了摸幽耳 蹲滴身子消失在盡頭前 不斷傳來爆裂聲響 群眾滿臉驚恐 大批隨腹哭了上來 第一時間連CNN主播都看傻 多名隨後或速上臺 保護川普蹲下 躲在講臺後方 還有特警是長槍警戒 隨後川普在大批特勤 團團包圍下離開 但重擔後遇寫的他 不妄想支持者喊話 高舉右手握拳 高喊戰鬥 連喊三聲才被帶離現場 他在公共醫院檢查 他在公共醫院檢查 但至少有一個人 來看過前總統 已經被殺死了 所以被警察被警察殺了 美國特勤局發言人事後回應 川普現在很安全 檢察官透露現場支持者 一人遭榴彈波及喪命 另有兩人身負重傷 川普發言人白襯衫染血受訪 魚祭猶存 美國官方也證實 槍手已經被特勤人員當場格殺 民主黨籍的前總統 歐巴馬克林頓紛紛PO文 譴責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 川普女兒伊凡卡 感謝特勤局及相關執法人員 迅速行動 川普兒子也強調 父親永遠不會停止 為拯救美國而奮鬥 差一公分就被爆頭 川普首度發文 重建暗殺現場 目擊者也回憶 川普剛好轉頭 驚險躲過攻擊 目前當局朝向暗殺未遂 展開調查 此一新聞 綜合報導 川普剛好轉